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度APP和好看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子 那这次其实是一个唱歌类的一个节目 然后你凭加一下自己的节目 JUST的搜索 这样有英文屏幕 然后和王源和那个就是张少涵一起合唱 会不会有一些压力 非常 因为他们三位都是专业歌手嘛 只有我一个就是不怎么专业的 所以压力还挺大的 那用一首歌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节目 今天是个好日子 嗯 好的 然后一年春晚上你最难忘的一个节目是什么 可以说自己的吧 我比较有难忘的是 当然是李古一老师的《难忘今宵》 然后但是我自己最深刻的是 王菲跟那英的那首《相约酒吧》 嗯 那你可以听吗 不太行诶 我怕把工作人都吓跑 那今天其实正好李先生他也上春了 你作为过来人他能向你请教 或者你能指点他一眼 他并没有 他只问了我一句 哇 原来春闻的舞台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可以给你放假想法 家里躺着 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家务 没有 比如说做年饭会不会搭个下手 我不去给他们添乱就行了 所以我就基本上算了不搭下手了 会不会就是要跟父母去串门 长大了就不会了 就是害怕他们问一件事 没有他们不带我去了 我也没有就没啥串门的了 就是在奶奶家 对 那春节只想吃一道菜呢 我奶奶做的那个蒸碗 有没有就是饺子和马尔斯特吃上馅的 饺子都可以吧 然后喜欢吃白菜跟猪肉的 然后哪一年的春节其实这样也最难忘 其实就是那个2000年 因为我现在还记得2000年千几之年 那个时候小时候我们不都吹那种小气球吗 吃完以后往摄像擦 他会磨出那个静电就往墙上一贴 当时就摆出2000年的那个小气球 我当时还是短头发 别了两个小卡子 坐在我奶奶腿上 我们一家人趴了一张那个全家服 现在照片还有呢 就觉得迈入了一个新的世纪 就觉得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然后当时在放鞭炮我印象特别深 就每家都特别的喜气洋洋当时 那你要是一个人在家时候 会做一些比如有奇葩的时候 我其实自己能跟自己玩特别的好 所以没事在家演戏 走摩托步 跳舞 就都可以玩 玩一天 抠手都能抠两小时 那明年有没有特别想合作的老师 我所有的老师都还蛮 比如说我的偶像赵薇啊 什么周迅老师啊 就都还蛮想合作的 嗯 嗯 但是今年其实这个春节比较有关不同 嗯 想对就是那个在那个前一线的白衣天使 是 嗯 就是想对站在一线的白衣天使 我们的医护人员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我们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 站在你们的背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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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